看到很多博主都在晒它的铁线帘了 我这边是离多伦多一百公里的地方 安省南部 可能没有那么的季节上 没有那么的暖和还是怎么 其实这几天挺热的了 在我这就这个阿骚开了 A-S-A-O开了 然后开得还挺大的 颜色也还算艳丽吧 还是可以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 其实它看起来像莲花一样 是副瓣的 但其实也就是这样了 就是有那么两层的花瓣 但是谈不上副瓣 跟约瑟芬比起来 还是我觉得是不如的 这边就是我的那个约瑟芬 这颗约瑟芬呢 买到的时候是只有一根藤的小苗 当时开了几朵花 然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头像 因为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当时也是看到那个 Sophie Garden拍了这个约瑟芬 所以我觉得挺漂亮 它有三个大的花苞 一个两个 下面还有一个 在这里 一共三个花苞 今年的话 它就长得大了很多 我觉得还是有几只藤蔓 现在已经好多人来预定 跟我说 它想要我的那个藤来扦插 说实话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小 你看 这是多细的枝 这是后来发出来的 然后那边有一根藤 应该是长了几根藤出来 还是不错 去年真的是只有一根藤 去年其实在这儿还有一颗铁线连 一颗铁线连是个浅灰色的铁线连 然后因为今年这个权杖之岛 还有旁边一个 其实是那种mini rose 带出来的 结果长得很大 把它给挤到几乎没有位置 然后我就把它给挖出来了 暴力地挖出来 然后种在了这里 种在这里挖 很显然 差点就把它给搞死了 它的很多枝都枯掉了 然后我就把一枯去全部剪掉 现在仅存的一根小的 又只能从一个小牙签苗带起了 其实还挺漂亮的 这个浅灰色的 然后是这儿还有一个铁线连 这个铁线连是跟阿嫂 类似 在这儿 叫啥来着 叫鱁线 它叫鱁线 然后这个铁线连是长得比较矮小的 所以我在这儿有一颗 有一点点的花苞还没开 然后呢 我在盆里也种了一颗 这都是那种小苗 我是前年买的 然后前年的时候 你猜我多少钱买的 一块钱买的 因为全部枯掉了 人家都当死的东西卖出来 然后我就把它养回来 拿回来 然后种在地里 去年其实就已经能开一两朵花 但是当然长的是不咋样的 然后今年呢 就已经 好歹有几根藤了 还是可以 这款跟龙沙宝石长在一起的是 我看到人家读的中文叫东方城曲 还是Ernest Markham 这个还长得挺高的 然后这是三类铁 所以反正挺疯的 但是还开不了花 然后它的根在下面 还长得挺高的 这是我长得最大 最高的一颗 就挨着紧挨着龙沙宝石 这是我前院的一颗 刚才那一颗 东方城曲是在那个799店买的 然后这一颗呢 也是几块钱 我当 这个是买的最久的 我是在那个 什么来着 Candintire买的几块钱 好像当时买成五块钱 很早 这个就养的比较久了 我把它种在了前院 然后呢 没有去 我就直接拿了那种 沃尔玛买的两个那种 藤蔓的架子 把它给绑在一起 然后就做了一个比较高的 然后它能够做成花柱吧 然后现在看起来是有花苞 快开了 它也是三类铁 总的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 买相对小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苗 然后把它最后带大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当然也是为了节约钱了 如果都是一样的价钱 谁不让你买一个 长得特别大了的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